按鈕 其實只要怎麼樣 直接就執行這個就可以了 執行的方法很簡單 直接就從這邊按執行 或者如果你不做按鈕的話 你也可以從聚集裡面也可以找到這個大樂透下載 一樣嘛 然後把它執行 基本上他就一個逐一逐一的去先跑第1段 跑第2段 第3第4第5第6第7 那就全部OK了 當然好處就是說你可以瞬間看到我們要的結果 我們來跑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OK執行 那他大概現在就會 繞圈圈 不過呢 大概沒有 大概1秒鐘 2秒鐘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這些東西做完之後 我們的所有的資料也都出現了 OK 其實這樣感覺起來其實還蠻好的 如果以前你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看 1到57你慢慢慢慢弄的話 你要弄多久 嗯 恐怕每個半天 應該是弄不完的 但是如果你把程式寫完之後 真的1 2秒鐘就完成了 感覺其實 說真的 你要 要是你的話啦 像我的話 我寧可就花一點時間寫個程式吧 寫個程式也不用 這個 花的時間可能還比那個 你在圖牌上還少很多 如果你將來寫程式寫得熟練的話 我讓它甚至更快 有沒有 你看到問題 你就把那個問題 逐一逐一的去剖析它 然後慢慢慢慢可以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我想應該就可以把這個做出我們要的結果 就這樣說了 就這樣說了